好,我们现在看第16章的立体2 这个立体告诉我们 有一个坡的坡长是5900个Angus 它是平面坡 它照射在一个宽度 只有0.40mm的狭缝 那么狭缝的后面呢 就放了一个汇聚剂 就是凸透剂 焦距是70厘米 将光线聚集在屏幕上 由绕色图案中心到第一级小 以及从中心到第二级小处 这距离各是若干 那这个是宽度 单狭缝的宽度 0.4mm 那这个从这里到这里 我们的凸透镜没有画出来了 因为这个凸透镜非常接近于这个 Single Slit 所以我们就算 从这里到这里就算是这个 汇聚镜的焦距 那这个呢 就是Diffraction Pattern 这个就是中间的 量纹最中心的地方 这就是第一个技巧 这是四级大 然后再来第二个技巧 那么我们现在要求的就是说 我们知道坡长是多少 狭缝的宽度是多少 这个距离是多少 我们现在要问 当M等于E的时候 Y1是多少 这就是第一个技巧 M等于2的时候 M等于2的时候 就是第二个技巧 这个宽度 Y2是等于多少 好 做这个问题 我们当然 你现在 首先要求的就是 极小的条件 单狭缝 绕色暗纹的条件 就是极小的条件 是这个东西 那现在我们首先看 第一技巧 就是M等于1了 M等于1 那这个是先把这个画一下 A除过来等于3θ 因为这个角度非常小 我们图是这么画 实际上呢 这个都是以公尺来记 这个都是以毫米来记的 所以这个角度 sinθ 就可以 近似于tanθ 那么tanθ 就是y over f y over r 这个距离是r r现在等于f 我们公式里面是r 那么现在我们看 绕色中心图案 到DM个 极小的距离 就是y y就等于这个 那现在我们 part a 第一极小 就是m等于1 把这个带进去 这个用f带 lemn有了 a有了 带进去 是等于1.033mm 那么 我们看第二个极小 第二个极小 就是m等于2 带进去 这个是2.066mm 这实际上我们可以变成 这就可以写1.03mm 这个写2.07mm 好 再来我们就要介绍 圆孔绕色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slit 是霞缝啊 它是长条形的 那现在如果这个 霞缝啊 是圆形的 好像照相机的镜头 好像我们眼睛的瞳孔 这都是一个 相当于一个圆形的霞缝 那么当平面波 经过圆形的霞缝的时候啊 它也会产生绕色现象 也会产生绕色现象 那么比如说这是圆孔 它就不是长条状的 圆孔 那么在后面呢 就会也会产生 这样一个defraction pattern 那这个pattern 你可以把它当做 这个pattern 它不是一个平面的 它不是一个长条形的 你现在可以以这个为轴 绕360度 它是这样子的 中间这个是强度非常强 然后有暗纹 然后呢 当这外面又有一圈黑亮的 那么 当这个 霞缝 的绕色图案 设在屏幕上的时候啊 我们所看到的图像就是像这样子 像这样子 当中这个亮亮的就是这个intensity intensity它这个不太好 它应该是从这里稍微的就是慢慢的到这里 强度稍微减弱 强度稍微减弱 到这个地方呢就是第一个暗纹 然后再来一个 就是刺激大 这刺激大没这么亮啊 这个图是妈妈乎乎画的 OK 就说 圆孔绕色图案 在屏幕上是这个形状的 好 那么 我们眼睛 如果是眼睛的话 眼睛看这个屏幕啊 我们只觉得 有一个亮点 因为它所有的这个intensity 几乎都在这个范围里头 这个intensity非常非常小 只有百分之几这样子啊 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亮点很亮 旁边都很暗 这个几乎都看不到 这个量纹都看不到 好 于是我们就觉得有一个亮点 好 觉得有一个亮点 觉得有一个亮点 所以圆孔绕色啊 那我们看到呢 就是一个亮点 OK 亮点 好 那么 一个直径为A的圆孔 它的第一个暗圈的条件 我们可以证明是这个 如果是狭凤的话 我们说它们的 第一个 第一个暗圈的条件是什么 是A sin theta m lamina m等于E 就是A sin theta lamina 那么 狭凤的话 就是sin theta lamina over A 这个就是 这个角度 狭凤的角度 这是圆孔呢 我们 我们不去证明 就是说我们 发现 它这里 应该是1.22 不是1 是1.22 所以这个就是 第一个暗圈的 这条件 这个 theta 就是从中 从这里 到暗文 第一个暗文 连线 跟中间这条线的夹角 OK 好 那么 如果 有两个点 我们要看两个点 那么两个点 都是在我们的 颜角末上面 产生这个 Difflection pattern 或者是说 这个就是圆孔 那么这是屏幕 屏幕上看到也是 两个Difflection pattern 这样子 重叠在一起 它不是完全的重叠 那么 重叠在一起的时候 如果这个 角度太小 你就看不到两个峰 因为这个时候 两个坡重叠的话 它要扶重叠 重叠远里 两个正斧加起来 那么它 太近 你就看不到 越远的话 这个角度越大 你越看得清楚 或者是说 你这个Difflection pattern 越瘦 长得越瘦 你越能看得到 当我们看远处的两个点桩物体的时候 这两个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影像 是两组绕色图案 就像这个样子 好 现在这个就是我们看到 两组绕色图案 这个是照片 那这个是它的绕色图案 这个距离蛮大的 所以呢 你看到这两个圈 这个圆 跟这个圆 重叠一点点 我们看得到清楚 两个圆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两个pattern就比较近一点了 比较近一点 这个圈 跟这个圈 重叠的就比较大了 重叠的就比较大了 但是你还慢慢 可以看到是 是好像是两个不是一个 再近一点呢 那它的 用重叠原理画出来 重叠就变成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就变成这样子 你看起来就是一点 就看不见了 好 那么我们现在要问 这两组defraction pattern 要多近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看得到 好 现在我们 这就是 我们看 这个绝对看得到 这个慢慢呼呼算看得到 这个就看不到了 那么 这就 这个 两组绕色图案的组集 它彼此分离得很明显 像这个很明显 很容易分辨有两个亮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说 可以判别 可以鉴别 两个物体 好 当两个物体靠近到 勉强可以分辨的程度 就像这个样子 勉强 再近就分不清楚了 再远就更清楚 那么这个 是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呢 我们等等 另一张图片就会告诉我们 好 这两个物体靠近到 不可分辨的程度就是这个 OK 好 那现在我们说 这个 两个绕色阻集大线 要靠近到什么程度 才刚好可以看到 可以可知鉴别两个点状物体呢 那么根据一个 科学家 Releys 他的一个研究 他发现 有这么一个范围 有这么一个标准 叫Releys Criteria 在这个标准下可以看到 如果 没有满足这个标准 就看不到 那么这个标准是什么 就是其中一个组极大的位置 与另一个绕色图案中 第一个极小位置重叠的时候 这个画得还是不太好 就是说你要看得清楚的话 就是这个组极大 是两组了 这一组这一组 这个组极大 要在这一组的第一个极小的地方 像这个就看不到 你如果这个是在这个位置上面 就勉强可以看到 勉强可以看到 好 现在我们假设 这个是两个点 经过瞳孔呢 它不是产生两组的绕色图案吗 对不对 这每一个 每一个图 每一个点 点光源 经过这个瞳孔 所产生的这个 它的图案就是这样的图案 我们前面讲过 这个角叫做θ角 好 那么呢 我们说两个图案能够看得到 那就是另外一个图案 它的极大在这里 主吉他在这里 主吉他呢 那这个就像这个 如果它是在这里的话 那就是relate criteria 那它正好在它的 第一个极小 于是这个角度就是 刚刚好可以看得到的角度 这个角度我们就称它叫做θr 就是代表relate的意思 就是relate criterium 这个条件下的这个角度 那勉强可以看到这个角度是relate criteria 那么我们把它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3θ就是3θr 是吗 因为这个角很小很小 所以这个函数值 就等于这个角的弧度值 就等于这个 所以这个就是relate criteria 所以这个就是relate criteria 就是两个 我们看到是这个极大 在这个极小的上面 这个极大在它这个极小的上面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角度 beloved добрate学呢 …" HLA 噢 它就很熟悦 veterinary 只或是大小的角度 这个theter 就是7R 刚刚好可以看到 那么θR就是在relate criteria之下 这个θ 这个称为圆孔 或者是光学仪器的鉴别率 那么这个值越小越好 就是说你这个越小还看得到 看得到的情况之下 它越小越好 越小就代表这两个距离越近 所以你能够看到这个距离就越小 就鉴别这两点的物体的距离就越小 那么这个要越小越好 那么我们看这边的值 1.22是常数 那你要条件都一样 这个都一样的时候 A都一样的时候 你要让这个θR越小 那你就改变什么 波长 对不对 如果是要用眼睛看的光学仪器 那你这个波长一定是可见光了 一定是可见光了 所以这个就偏于紫光的这个附近 如果你不要眼睛看 你可以用紫外光 当然了它这个时候就是照片了 照片还是可以感光了 还有就是如果我们用一定波长的光来看 你要使这个越小的话 那A要越大越好 A就是这个圆孔的直径越大越好 这又成为孔镜了 在照相机来讲 就是照相机的这个孔镜是多大 比如说我们这个照相机 单眼照相机 那个镜头好大 它里头的空间很大很大 那么照起东西来很清楚 所以它价钱很贵 因为这个镜头不好做 那么另外一种比较便宜的 像傻瓜照相机 它整个镜头就像一个绿豆那么大 那因此这个A就很小了 这个A很小 这个θr就很大了 因为那个好做 所以便宜 但是便宜没好货 你用傻瓜照相机 你说照一个远处的人 你可以认得他是谁 但是你要细部去看他 尤其看他头发的话 那是看不清楚的 但是单眼照相机呢 照起来就看得很清楚 他头发几乎一根一根都能够看到 那这个就是说 破产一定的时候 那么鉴别率 这个越小越好 那就是你的镜头要越大越好 所以我们这个光学仪器 当然是讲究这个镜头 但是最后还是要经过我们眼睛 对不对 我们眼睛的这个瞳孔 那大家都差不多大 不过我们眼睛的鉴别率 还是差很多 还是差很多 因为眼睛变形的关系 就是说这个距离会改变 这个差不多大 但是你这个距离改变了 那么我们人的鉴别率啊 实在差得非常多 像我们现在在台湾 每一个小孩子都戴眼镜 都是四眼填肌 那这个视力大概都是零点几 但是小孩子 刚生下来不久 生下来还是小孩子 还没念书 还没看过电视的 他的这个 我们说我们是零点几视力 他是可以到三 他到四 那好的人像这个 有日本有个电台 做过一个实验 在蒙古或者什么地方 找一些 找到一些人 那么他的 视力可以到达七或者是八 就是好远好远的地方 在羊群里面 我们看上去都是 都看不清楚了 他可以看到里面 有一个 有一只羊是有斑点的 这个还不奇怪 那么 在我小时候看到报纸报导 说瑞典 有一个妇人 她的眼睛 间别率 大的惊人 她可以 她的小孩子 她的儿子 距离她一公里以外 一公里以外 那我们一公里以外的人 我们看起来 更不晓得她是谁 看都看不到 她能够看到她的五官 她的鼻子 眼睛 耳朵 什么看得清清楚楚 不但如此 她还可以怎么呢 肉眼看到土星的卫星呢 这个是不可思议 对不对 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 不晓得是怎么回事 这是报纸上看到的 看到的 不过像这样好的鉴别率 在天文上来看很好 你用来看天文很好 你不用望远镜就可以看到 但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实在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而且会造成 有一些不方便 比如说我们人 你看我们看人的时候 总是脸看上去 看得不太清楚 就是看到 这个细皮嫩肉的 这个皮肤长得很好 可是她来看的话就不是了 她就看到你这个 这个脸上好多毛孔 可能毛孔里头 还有什么细菌之类的 那就不太好了 对不对 所以说任何一个事物 它有好处的地方 它就有缺点 好 现在我们看 例题三 一辆使劲的汽车 一辆汽车 要使劲 要开到你的旁边来 它两个车头相距是1.5公尺 当它距离你多远的距离以外 你还可以看出 这个是有两个车灯 假设瞳孔的直径 是5个millimeter Lamina是5500个Angustron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 车灯 瞳孔 它所形成的Diffraction Pattern 这个极大在这个极小的地方 这个极大在这个极小的地方 那这个就是Relay Criteria OK 那这个就是从瞳孔到这个人的距离 车灯的距离 那么我们就带这个式子 带这个式子 就Zeta R 它要等于1.22.99a 这个是鉴别率 然后从这个图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Zeta R 因为这个很长了 我们画是画这么短了 这个很短了 这可以当做一个圆弧了 所以Tangent Zeta R 就是Zeta R 我们就说圆弧的话 那就是X等于Y乘Zeta R 所以Zeta R就是X over Y 那我们现在就用这个等式 来算Y X车灯距离 A A是5个mm 1.2 Lamna是这么大 算出来它就是 这个多少 这是1万多公尺 那么就相当于11公里以外 在11公里以外 我们开这个车子 距离我们11公里外 我们可以看到它 它两个车灯 分别出两个车灯 好 前面我们所看的就是 双峡峰绕色 单峡峰绕色 一个峡峰 那么双峡峰呢 我们在15章讲过 双峡峰干涉 我们是把那个双峡峰的 这个 当做理想的峡峰 就是很小很小 很小很小 实际上这个峡峰 不会小到非常小 它这个就跟单峡峰 这个宽度差不多 于是 双峡峰的每一个峡峰 当光线经过它的时候 它都会产生 每一个峡峰都会产生 Difflection Pattern 都会产生这个 然后因为两个峡峰 非常靠近 所以两组Difflection Pattern 就重叠在一起 就是像这样子 好 那么 如果我们在以前讲的是 单峡峰 双峡峰干涉 就是把这个 A 它这个 峡峰的A 看成非常小的话 我们前面不是说过吗 当峡峰A A非常小的时候 它这个角度 用Sine Theta 等于 它本来是 它的极小是 A Sine Theta 等于M Lemna 我们现在看它第一极 M等于1 所以Sine Theta 就等于Lemna over A 那Sine Theta 又慢慢呼等于Theta 或者我们就用Sine Theta Lemna over A 当这个A非常小的时候 A也不能太小 A不能比Lemna更小 因为Sine Theta 不会大于1 但A 趋近于Lemna的时候 Sine Theta 几乎是1了 1的话 就是这个角度是90度 那你看过去 从这里到这里 这个荧幕上面 它不是从这里到这里 它从左边好远的地方 到右边好远的地方 就是 它就是这么宽 然后它的干涉途外 就是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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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西纹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 它这个A不会小到这个程度 于是它还是形成一个 Diffraction Pattern 然后双峡峰干涉的条纹 就压在这个地方 两组呢 叠在一起 零的地方就是零了 然后这个亮纹 你看 这个亮纹 这个当中就变成这样子 就是说这个最亮了 那这个其次了 到这里就是暗纹 然后第一个迹象 变成这样子 这是双峡峰绕色 所以双峡峰绕色 我们在前面只是画出这个轮廓 这个东西 但事实上呢 它每一个峡峰 轮廓是这个 两个轮廓重叠还是这个 但是双峡峰它的干涉图案还是有 重叠在一起呢 这个跟这个重叠在一起 当然这个角度没那么大 就变成这样子 OK 理想的双峡峰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理想的双峡峰 A A等于亮纹 就是θ 几乎 等于 这两个差不多 就是说 这个A趋近于亮纹 那3C呢 就是等于1了 对不对 就是像这个样子的 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解释过 好 现在就是看这个图 这个就是我们讲双峡峰绕色 不考虑它双峡峰的干涉 就是这样子 当中最亮的地方 这是刺 第一个刺激大 第二个刺激大 但是 它双峡峰产生干涉的时候 它有这个干涉条纹 看到没有 所以这个当中 它是一条一条一条 这里也是一条一条 这里也是一条一条 当然这个不是很准 这个是画出来的 这个是双峡峰绕色图案 这个是单峡峰绕色图案 好 那现在我们就把双峡峰干涉强度 这数学式子 受绕色强度修饰后 它的数学式子可以写成这样子 你看我们以前讲 单峡峰 双峡绕色的时候 它是I 它有个Maxima 这个我们叫做Interference I 那时候就是说 这是干涉的最大的一个强度 乘上Cosan Beta Cosan平方Beta 这是单峡峰 后来我们讲到双峡峰绕色 它的强度是什么 是I 这是Difflection 由这个双峡峰绕色产生的最大的强度 后面是什么 是这个Kohu 3C到R over R 平方 那现在两个都有 你看它又有单峡峰的 又有单峡峰的这个绕色图案 又有双峡峰的干色图案 那这两个合并在一起 那这个Intensity 反正就是最强的Intensity 是这样子的 那当然这个Beta就是指的这个 我们以前讲过 这个要稍微记一下 那么绕色图案里头的Alpha 它是等于这个值 从这个里头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件事情 你看 当双峡峰绕色 里头的峡峰非常非常小的时候 峡峰宽度非常小 峡峰宽度非常小 那就表示这个Alpha去于0 对不对 Alpha去于0 Alpha去于0的话呢 那这个去于0 3Alpha也去于0 那这就变成1了 这不是0 去于0的话也是Alpha 所以这个就变成1了 好 这个变成1的话呢 那整个的强度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是什么强度啊 双峡峰干涉的强度 好 其实我们看 如果双峡峰里面 两个峡峰的这个距离啊 比Lamina小很多的时候 那么我们从Beta等于这个值来看 当D远小于Lamina的时候 那Beta不是去于0吗 对不对 也很小很小啊 那么CosinBeta就去于1啊 那Cosin平方Beta也就是1了 那这个是1 那么I就是等于 I Maximum Cosin Alpha Over Alpha Cosin平方 这就是什么 单峡峰绕舍的强度 所以这 那么从这里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是正确的 可以这么两个效应都在一起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子做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是双峡峰 绕色 双峡峰 绕色兼干涉图案都考虑进去 它的强度是这个 Beta等于这个 我们刚刚讲过了 Alpha是这个 对不对 好 那么A3Theta等于Lamina 这是M等于1 就是表示 Theta是绕色图案里面 组极大的角宽度 第一个极大的角宽度 然后再看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单峡峰 双峡峰干涉的这个 亮纹的条件 亮纹的条件 那M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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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宽度 为Theta 范围内的 干涉量纹数 M等于 中间有一个是零 然后 M等于1 M等于2 M等于3 这样上去 量纹 它是 M等于3 那就表示说 从这个量纹到中间里头 有这么多条 亮纹 所以当 狭峰的宽度 A 保持一定的时候 A保持一定 就是这个 你看 我们现在要看了 A保持一定 那就是这个宽度 保持一定了 这个保持一定了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把D变小 D变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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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表示什么 这D变小 就表示 两组干涉 亮纹的距离 D变大 就是距离变小 D变小的话 就是亮纹的距离变大 你两个狭峰 距离越小 那它这一组的 干涉条纹 它跟旁边这个 距离就 你越小它越大 D越大 它这个就越小 你看 如果D变大了 那这个距离就变小了 那不是这个宽度里面 的条纹数目就多了吗 对不对 如果 如果D变小 那宽度变大了 这个还是保持一定 那这个条纹就变少了 再来我们就看 当两个狭峰之间的距离 D保持一定的时候 D保持一定就是这个距离 都保持一定了 那你现在变动A 单狭峰的宽度 单狭峰的宽度 越大 这个距离就越小 A越小 这个距离就越大 所以 这个距离一定 这个 这个条纹间的距离一定 A变大 就是这个变小 这个变小的话 就是 涵盖的这个条纹数就少了 对不对 那么 A越 越小的话 这个越大 那么涵盖的条纹数就越多 这个 我们 看这两个关系是这样子 好 再来我们就看 绕色 阻极大范围内的干涉量纹数 M 跟狭峰宽度A 其二狭峰的距离D 它的关系可以导出来是这样子 意思就是说 这是单狭峰绕色 阻极大 阻极大 M等于E 好 这个是双峡峰干涉 那么在组极大的这个 这个Theta范围里头 你这个M是多大 M是多少 就是几条干涉量纹 所以我们两个数字 这两个数字 除一除 就得D over A 要等于M 所以 你知道 两条量纹的宽度 距离 两个量纹的距离 跟每一条量纹的宽度 两个辖峰的距离 跟每一个辖峰的宽度 那你可以知道 这个绕色图案 阻极大纹里头 有几条干涉量纹 M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题目 在双峡峰干涉实验中 光源的波长 Lamna是这个 双峡峰干涉 二峡峰的距离 D是这么多 各峡峰的宽度A 是这么大 将两个峡峰干涉 与单峡峰绕色 界列入考虑的时候 现在要计算 在绕色阻极大范围内 有几条干涉量纹 在阻极大两侧 第一次极大 就是主极大 两侧有个次极大 对不对 两个主极大 两侧的两个 第一个极大间 范围内 各有几条量纹 好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 这是Lamna 这是单峡峰的宽度 双峡峰的距离 绕色第一组极大的半宽度 就是第一极小的宽度 这是M等于E 就是用这个算 好 在这个角度为C到1的时候 它的干涉量纹是这么多 两个式子一除 5 我们就得 就是刚刚这个 这个不要去背它 你记得这个道理 我们可以导出来 4.8 所以说 在绕色阻极大范围内 干涉量纹的极数M 既有下列各支 这是M 最大是这么多 那它0就是中间这个 然后正1负1 0两行的 正2负2 正3负3 正4负4 点8我们就 就是第五条 你看不见 所以呢 它的M 是这个 所以在这个 主极大的范围里头 它总共有几条呢 有9条 0 旁边各有4条 所以各有9条 就是共有9条 那么它的图就是这样子 这是0 这个是第一极小 你看到它 第一极小 它另外一半没有画出来了 其实这里还有一半 好 那么这是1234 这是0 0的地方 你如果这一半也画出来呢 它也有1234 当中就是5 那就是9条 9条 OK 那么绕色图案 第二极小的位置是什么呢 就是用这个 M等于2 在二极凤 干涉量纹 在这个处 在θ2处 这是漏到一个字 两个极凤干涉量纹 就是这个 以上相除 我们就得D是等于9.6条 那就是9条 M 第二极小的位置 第二极小的位置 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从0到第二极小 这个到第二极小 那它现在呢 就是 就是说 这个是第二极小 我们把它放大放上去 这个放到这里来 OK 那么1234 这原来就有的 对不对 第五条看不见了 第五条就被这个 这个强度 这个envelope的强度 把它变成0了 然后6 7 8 第九条呢 也看不见了 也看不见了 OK 所以从0到9 共有10条 共有10条 其中0到4 0到4 这是5条 5条 在第一次极大范围内 5条在这里 4条就落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有一个双霞凤 其中一个霞凤呢 叫另外一个霞凤宽 两个霞凤宽都不一样 以至于 从一个霞凤 照射到屏幕上的光正弗 为另外一个霞凤 单独照射时候的两倍 求θ出二霞凤的干涉强度 以θ表示者 比如说 一个霞凤的强度 就用它的宽度来表 因为 我们知道 在这个宽度里面 你把它 有一个当作是 五个点光源 那另外一个 就是十个点光源 五个点光源 那么在屏幕上 产生的强度 当然是这个 十个就是两倍 但是这两个呢 不同相 不同相 所以合成以后 就变成这样子 eθ 那eθ等于什么呢 我们就用余玄定理 这个平方 加这个平方 减到两倍的 这两个相乘 cos π-√-Δθ 然后就等于1θ平方 对不对 1θ平方就等于这个 cos-π-√-Δ就是负cos 它是负cos 负的两倍的这个 cos Δ-Δθ 这应该是加的 这应该是加的 因为 这就是π-√θ的话 才是用减的 这个应该是变成加的 加的话 那这个就是五倍了 再加上四倍 这个写错了 那么iθ over i0 iθ就是这个平方 i0就是10的平方 的比值 那么我们求iθ 它就是i0 乘上这个比值 这个比值就是 5加4个cos delta 对不对 那么平方 那么它就等于i0 5加上4倍的cos 那么Δ呢 就是两个狭峰之间的相差 两个狭峰之间的相差 等于2π of lamina的光层差 我说过这个要记的 cos delta就是等于这个 所以iθ就等于这个 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我们用白色的光 造成一个单峡峰 白色的光就是什么颜色都有了 如果波长是650个nanometer的红光 它的第一个极小 位于15度的地方 求霞峰的宽度A 我们先看这个极小 就是霞峰 不知道A是多少 波长是这么大 它现在我们发现 这个红色的光啊 650个nanometer 它第一个极小呢 第一个极小 这就是第一个红色的光 第一个极小是15度 15度 OK 那我们要求宽度A 那很好做啊 我们就用这个 绕色的汉纹条件 M等于1的时候 那A就等于这个值 是2.5个micrometer 好 现在我们说 另外一个波长为 Lamina prime的光啊 光波 它第一次极大的位置 就在θ等于15度 另外一个 Lamina prime 就是前面一个 它第一个极小 第一个极小 就在15度 好 现在另外又有一个 光波长 Lamina prime 它第一个次极大 就是正好它压在它的这个 这个上面 第一个次极大 这个图不太准 我们看下面一个图 好 这个是主极大 这个是第一个次极大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波长 好 那么 我们用 绕色的这个 暗纹的条件 我们用这个alpha好了 alpha等于这个 这个是alpha 这个是alpha等于π角 这个是alpha等于二分之π角 这第一次极大这个地方是 alpha等于二分之三π 好 我们就看这个 好 我们就看这个 现在它第一次极大在哪里啊 二分之三π啊 这个 这个alpha是在二分之三π啊 好 于是我们从这两个等式啊 你就可以得到a3θ等于1.5个lamina prime 于是我们就可以算出这个lamina prime出来 你把这个值都带进去 就430个nanometer OK